好那么这样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特征预处理里面对吧 数字型的给讲完了对吧 那么这个对于类别型的以及时间类型 前面已经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类别型的其实大部分呢 我们是先得转换成一个字典 然后对字典进行一个抽取对吧 把类别转换成一个弯号的片码形式 那时间类型呢 这个我们就结合具体的案例去做了 那这个也不难对吧 就是时间把这个年月十分秒给切出来吧 对吧 好那么第二种特征的工程里面的调整预处理方式 我们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三种 第三大种的方式叫什么呢 数据降维 那么这个降维呢 这个维度啊 跟我们前面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维度跟我们前面的维度不一样 这里的维度啊 之前我们在说这个数组的时候 这个维度数认 0为1为2为3为4为数组吧 那这个数组就是指的 这个维度就指数组的维度吧 数组的维度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降维啊 不是这个维度概念 注意了 你不要把它搞混了 这个是数组的维度 对吧 0为1为2为3为 这里的降维这个维度指的是什么呢 特征的数量 你要搞清楚对吧 因为他有时候把这个名词呢 称呼啊都一样的 这里是什么特征的数量 那也说我有这个十个特征对吧 比如说我们上午统计了 这有四个特征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为四维的 能理解吧 四维的这样一个特征啊 这里的维度呢 指的是降维 只是把这个维度 这个特征的数量 好 那我们首先来从一个简单的 这样看一下降维什么意思呢 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说我原来现在 比如说啊这里有三个特征吧 X1 X2 X3画出来这样一个立体的对吧 当然我们这个也没有比较好的工具去画 你也没必要去把它画出来 那三维的 然后呢 特征转换成一个什么 二维的对吧 你有两个特征 那也说我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就很简单 把特征的数量给减少吧 是不是特征数量减少 为什么需要把特征的数量给减少啊 首先我们看 如果特征数量肯定很多的话 肯定是有影响 这个我们先不考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里四个 假如说我们还是以上五的这个 你身高体重 披风颜色 头发 长度 这些特征都是你想要的吗 对于你分析这个目标值男女 是不是有会有些特征会有影响吧 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有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假如说这个特征不要对吧 是不是有些特征给删除掉 那删除掉 是不是特征的数量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把它统治为什么 降为 你理解吧 当然这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句你的特征有几百个 对吧 几千个 这是有可能的 那你要去把它这个 把这个特征数量减少 也是称之为降为 其实就是特征的数量减少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的降为 也就是我们特征的降为呢 有哪两种方式呢 我们常用的有特征选择 一种 第二种主成分分析 那么主成分分析呢 可能理解比较难 对吧 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讲特征选择这种方式 那么特征选择 我们讲特征选择是什么东西 其实应该从字面上 你应该就能理解吧 就从中选不选出部分特征 当作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 对吧 当作我们最终的 积极学习输入的数据 那我们要介绍一下特征选择的API 它的一些特征选择的方式 这个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不用去详细的去了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选择的原因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的特征数量很多 或者说特征有一些特征是不需要的 那你有一些特征是不是对你的预测结果会有影响 对吧 就比如说对吧 你机器去学的时候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皮肤颜色 对吧 当然我们只针对亚洲人来说的话 那你是不是这里面会有一些 都是相同的吗 大多数的这个皮肤都是相同的吗 对不对 我这个特征就需要去删掉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冗余什么意思啊 部分特征相关度高 容易消耗计算机性能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结合着这个主成分分析再去说 这地方我们先摆在这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你再做一个数据 对吧 我要对鸟进行分类 来了一个鸟的数据 我要对这个鸟进行分类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收集这些鸟的数据特征 比方说 羽毛颜色 可不给鸟进行分类 可以吧 那第二个眼睛宽度 这里面 好不好做这个特征 不太好做对吧 因为大多数鸟的眼睛 是不是都差不多 对吧 所以针对于大 单前的这个业务 对吧 你要去分析的话 是不是有些特征要筛筛选吧 好 那比如说是否有爪子 这个肯定是都有对吧 大多都有 那四爪子长斗 我们勉强能够可以当做一个特征 那也就是说 你去准备数据 或者数据准备好了 是不是你还得有个特征的选择过程 好 这个特征选择 有一点是 有可能你需要去人为的去筛选 在你获取的时候 你需要去人为筛选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就我们上午举的这个什么 信用卡的这个 不是信用卡 这个贷款额度 对吧 我们举了这样的例子吧 贷款额度 好 我要去现在让这个机器学习去预测这个贷款额度 你是不是要收集这些特征吗 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行为 这个用户发生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影响到你贷款额度 是不是通通都要统计出来 是不是统计出来 那这个过程是得提前提是什么 你得这对这个业务得熟悉吧 是不是得收下 你不熟悉 你怎么知道信用卡额度跟哪个手关 现在让你去列举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吧 等于你了解了公司的业务之后 你才能知道 哦 我在这里要哪些特征可以加 当然没关系 就是说你收集 比如说你第一次收集12特征 你可以先去用 对吧 看结果不好的话 你是不是再从头再来 对吧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的啊 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流程 开发流程 那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选择 其实有一部分是你手动的去想 对吧 手动的哪一些特征要用 哪些特征不用 那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有些东西已经给你的数据了 比如说比如说公司里面已经给了数据了 那这些数据 你是不是不好去这个一列一列的去看 然后这个数据什么特点 是不太好去看吗 你难道知道这个数据 大多数数据分布是怎么样的吗 它的值是怎么样 难道几千万个样本 你都要去看一遍吗 肯定不行 所以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 用一些比较方便的工具 去进行特征选择 那我们这里要进行 有几个工具介绍 那么这里的介绍 先不讲了 这个地方先不讲 它的特征选择的主要的三大武器 一个是filter过滤式 一个叫embedded嵌入式 还有一个叫wrapper包裹式 那么这个包裹式呢 基本上不使用 但是它也属于特征选择一种方式 那我们就不讲这个东西了 那基本上用不到 那用的多的 或者说基本上使用的都是什么呢 过滤式以及嵌入式 这两种方式 那这个嵌入式啊 现在我们还不会讲 我们等到后面讲算法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算法的原理 使用的就是真的话 决策术啊 这些东西呢 也是进行特征选择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种是什么 过滤式 那看一下 过滤式里面有一种方法 叫virus service holder virus我们说的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举了这个例子 我们写了这个 方差对吧 方差我们取的叫就 war对吧 其实方差的名字全称叫什么 就叫virus 我们直接写了 方差的名字呢 就叫virus virus就是方差的意思 那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滤式是不是对方差进行过滤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方差的过滤啊 之前我们说了这个方差反映了什么特点啊 等等等等 那你现在能不能联想到为什么这种过滤式要对方差进行过滤 看到这里 翻差为零 也就意味着什么啊 是不是这一列特征的数据 都一样吗 能理解啊 刚才我们说了吧 也是说我在统计特征的时候 哎 这一列数据都一样 你觉得一样 你还当不当做这个问题分析的一个特征啊 大家都一样 你还能去比较一些不同的一个判别吗 肯定不行吗 所以我们如果拿到已经拿到数据了 那也就意味着你这数据不可能说自己去看这个数据什么特点 对吧 你肯定需要一些工具去 哎 这个数据这一列特征 所有的数据都一样 或者说这里面数据只有一部分数据都是 哎 相同的啊 比方说我们的特征一 这个数据什么特点啊 他比如说都是啊 都是啊 好 这每一列数据都是啊 或者说特征啊 他每一列我们收集的说收集出来的数据呢 比如说都是这个 比如说20吧 都是20 然后呢 中间会有一些偏差 1920 1920 2020 那么这样的数据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代表性吗 哎 所以你的翻差的大小是不是衡联 你的数据里面 这些数据跟平均值之间的一个什么偏差程度啊 所以我们应该会指定个什么 哎 你这个翻差多少 比如说你这个翻差的大小去进行筛选的时候 哎 指定翻差为0 是不是把翻差为0的这些特征 全都给删除啊 如果说翻差为0点几或者1点几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删除啊 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什么 把我们的特征当中一些没用的特征 相同的特征 勇于的这些特征 是不是都给它删除了啊 所以这是我们过滤式 这种 它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啊 就是我翻差 从翻差大小来考虑什么 哎 考虑 考虑这个特征的一个啊 这个特征所有所有样本 这个特征的啊 一个数据情况 好 那么所以我们呃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种filter 过滤式 variance 那其实就是特征选择 对吧 它的意义呢 就是特征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 feature selection 那这里面有一个叫variance 注意了 特征选择是在另外一个模块里面的 叫feature selection 好在特征选择 单独的一个API里面 然后呢 里面有个叫variance service hold 这个service hold呢 其实意思呢 就是你指定一个翻差的值 指定一个翻差的值 去进行筛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传递一个service hold 就是你翻差 删除所有低翻差的人 是不是低翻差的特征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数据 是不是大多都一样吧 大多一样 我是不是可以给它删除掉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service hold 的指定翻差的大小 好 那么feature transfer 一样的 也是直接进行转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转换这个数据 还是一样 我们这里呢 就拿一个比较有典型代表的 这几个数据 对吧 二维的这样一个数组 数据 那这两列特征 它的数据是一样的 我们调用这个variance serial hold 进行处理 好 那首先我们来导入一下 sk learn 点feature selection 注意了是在特征选择里面 import一下 我们的variance serial hold 好 那我这里呢 同样还是再来一个函数 好 define一个 vii 要知道这个vii 一般的都代指是翻差的意思 然后翻差 应该是特征选择吧 特征选择 删除 注意了 它的作用是什么 删除低翻差特征的 低翻差的这些特征 低翻差的特征 好 注意了 所以当你删除了一个特征之后 你特征的数量是不是减少了 对吧 减少了之后 我们这里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首先第一步还是一样 variance serial hold 导入我们的serial hold 默认是0.0 也就意味着默认是把所有相同的数据这类特征删除掉吧 来 var var.fit fit transform transform 把我们的数据呢 拿过来 好 返回我们的data 直接打印 我们的data 好 我们这里呢 调用var 运行一下 看一下默认是不是把我们这第一列000第四列333是不是都删除了吧 哎你这些每个样本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删除了对吧 假如说我现在呢改一个对吧 改一个1.0 好我们来看一下1.0它会删除哪一些翻差为1.0呢 哎也就是说只留下了某一个特征了吧 当然这个翻差的值的大小啊 并不是说我想取多少取多少一般是要根据什么啊根据你实际情况 假如说你这个数据输入进去了这个算法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对吧 还偏大很大是不是你如果说想要删除一些特征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翻差调的越来越大吧 当然这个翻差调大呀有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翻差大小都在什么样范围 那其实呢基本上都是你可以在一个0啊到你的这个个位数的范围都是可以去取的 哎0到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哎01366789你都是可以取的包括你的小数啊等等 那这个取值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好的值呢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那这个要根据什么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才去取的吧 对吧没有一个好的这样的最最终的一个service hold取哪里 好那所以这地方我们要知道删除低翻差特征它的意义其实就是把这些特征 他差不多的这些特征给删除掉那你就啊好那么这就是特征选择的第一种方式 对吧过滤式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这个好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翻差啊 它的代表意义是什么那么接下来这种嵌入式呢 正则化以及决策术我们后面再说啊我们后面再说 后面呢会有一些具体的算法用到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特征选择的第一种方式讲完的话 那么还有一些除了这个什么呢 这个正则化决策术啊这种啊这个过滤式或者说这个嵌入式的 还有一种特征选择的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会讲的一种算法叫神经网络啊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内容也是神经网络呢 它其实也有一种特征选择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这个到后面再说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数据降维的第二种方式叫什么呢 主成分分析啊主成分分析呢 它的API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呢 在deconversation里面啊这个就是主成分分析的意思 那么这个主成分分析啊 它理解起呢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先来看一下PCA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分析简化数据级的技术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使你的数据更加简单一点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数据为数压缩 尽可能的降低原始数据的为数损失少链气息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损失少量信息 尽可能降低原始数据的为数 其实就是你的特征数量嘛 尽可能能降低 那这里面是它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首先要说一下 这个PCA应用场景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说我们的应用场景要分特征的数量 一般如果当你的特征达到多少呢 达到上百个特征的时候 你的特征数量 特征数量 达到上百 上百的时候 上百个时候 你有100个特征 200个特征 300个特征 400个特征 甚至1000个特征 对吧 当然我们有1000个特征是有存在的 对吧 一个图片 它有可能就有几万个特征 这是客观存在的 那当你的特征数量达到上百的时候呢 你呢 也会去改变 要注意到数据也会去改变 然后呢特征数量也会减少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先来看一个例子 什么是PC呢 我们来看下 PC主成分分析 它呢是一种也是一种数据的降维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例子 比方说啊 我现在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比方说我叫什么呢 比如说小明 你用一个照相机啊 去给一个物体去照相 那这个物体呢 其实它就是相对于是在一个三维的立体里面 对吧 它的特征 比如说有你的xy和xsex2x3三个坐标 那我去照下来之后 你应该是一个什么平面的东西吧 平面的东西吧 那照下来我有个要求是什么呢 当你照下来这个物体的时候 我要让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要知道是什么物体啊 并不像有些人对照个照片对吧 都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那就不适应 我要效果啊 要效果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照片要知道它是什么 好那我看一下 这里就是他呢 哎比如说小明照的这几张照片啊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看到第一张 这里面看到第一张 你能看出来 比如说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洒水壶 你能看出来 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一个洒水壶吗 啊并不能明显看出来对吧 第二张也是一样的 也不是非常明显看出来对吧 你照着照了一个后臂 那第三张 呃面面前展还有一点形状 对吧 我至少知道了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缠嘴壶对吧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柄 对吧 那第一个最后一张看一下 是不是你一看你基本上都能按到这个东西去画出来或者做出来了吧 对也就是说我才用一个更低维度的去表示一个更高维度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信息的差异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息的差异 所以我的话我要去进行降维 那我降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把你为数降低了 但是我能把你这个数据代表所有的数据代表意思给减少吗 不能减少 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这就是主成分分析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把你的维度降低 但是你的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的信息有没有损耗很多 没有 基本上你看到这个数据还是代表原来这一坨数据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何最好的对一个立体的物体对吧 二位的表示 那这就是主成分分析 那么主成分分析呢 刚才我们的目的说了 他就是为了使数据维素加缩 然后尽可能的降低原始数据维数的复杂度 那前提条件是 当你的特征数量达到这么多的时候 你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 如果你特征只有几个对吧 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 你就没有必要去做 没有必要 你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个特征选择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特征选择 看这个特征怎么样 或者说你直接去放到这个算法里面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所以当你达到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去考虑PCA了 那就是主成分分析 好 那他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就是削减回归分析等剧烈分析 这个地方呢 等下我们会说一些算法 有些算法是必须得 使用这个PCA去进行一些降维的处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只是我们从表面上去理解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 把高维的到低维对吧 然后呢 信息呢 不会损失很多 但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过程啊 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高维度数据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特征之间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 什么意思呢 当你特征达到数百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你是收集了这个特征 对吧 特征一 特征二 特征三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比如说这个特征 一直到特征 五十 特征 等等等等啊 特征一百 那就是说你有上百个特征 那这些特征里面 假如说我现在数据啊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相关的呢 哎 比如说我的特征一的这些值啊 比如说都是 12345678 好 假如说这是 这当然我这随机举例子啊 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 对吧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某个特征啊 某某特征 它是这样的 二 四 八 我们这里呢 改一下 比如说不是十对吧 九 比如说这里是 十啊 然后呢 这里改个十三 然后呢 改个十五 好 那么你会发现这两个特征之间有什么特量 基本上 你只要把这个特征称一二 是不是跟他很近似啊 那么这些特征 其实这两个特征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特征去考试 是可以的 哎 因为你的数据是什么 因为你的数据 是不是 我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进行缩饭 是不是跟你的缩饭的一个 这个什么 程度是差不多的吧 哎 所以我们呢 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当特征数量的大的时候 你不会不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为了把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进行简化 你必须要用到的一个技术 就是PC啊 PC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啊 比方说 现在我们给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面 我们呢 当然我这里举的是例子 是加一个二维的数据 简化成一维 那如果实际情况有二维 你要不要简化一维 肯定没必要 对吧 但是你有100个特征 当然我们没 画不出来100个特征的这样一个图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那比方说这里面有五个点啊 有五个点 负一 负二 负一负二呢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负一零在这里 然后零零在这里 二一在这里 零一在这里 也就是说它是有两个特征嘛 啊 每一个特征呢 我们都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特征 这是第二个特征 啊 这是一共五个样本 那我们来讲 如何把这样一个二维的数据 简化成一维呢 这就是我们PC要做的事情 对吧 把高维的数据 简化成低维的 那这里面我们来考虑一下 怎么去做 二维的 哎 我们画出来是一个平面 那一维的画出来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只有一个特征嘛 那应该就说 我画出来应该是把一个特征 哎 这个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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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在这里吧 是 这样就画出来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结果了 假如说你把二维画成一维的 你是不是有可能 哎 我以这个s来作为我这个维度 我作为这个一个特征的画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我其他特征都变成了什么 一个特征嘛 那也就是说我这五个点都给他放到这条直线上 那我们就默认直接把这个点的直接投到这里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怎么投的 是不是这个点是不是要投到这里 然后这个点是不是要投到这里 对吧 这一点也投到这里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投到我们这条直线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原来有五个点的 对吧 我们有五个点两个特征 现在变成什么 这两个点是不是重合了 是不是你现在变成了几个点 五个点到三个点 那也就是说这是不是有一个数据的损失啊 我们就先这样理解啊 是不是有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啊 对吧 那数据的损失啊 那是不是有可能损失过多或者损失过少啊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里面损失了两个点 哎 比如说我现在呢按外坐标去投 我们现在按外坐标去投 那你去投的话也是应该是这个 是不是也是三个点吗 看到啊 注意啊 是不是也是三个点 那也就意味着是不是你也是损失两个点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PCA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不只是说把这个数据维度减少了 他还要做一件什么 让你的数据的信息没有损失过多 那比如说我这样建立一条直线 可不可以 好 那我这样建立一条直线 我们五个点去投到这个直线的时候 五个点的坐标变成一个点的坐标了 就以这个点去衡量了 那你这个点的坐标是变成多少 是不是 这个点到这里 这个点到这里 这中间有个点 然后呢 这个到这里 这个到这里 是你原来五个点 还是五个点吧 是不是相当于是你的数据量没变少 当然肯定是这个特征的有一些特征减少 肯定信息肯定有点损失了 但是你是不是尽量的减少最少的这张形象 那这个就是PCA他所干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是给你简化这个数据集的 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把你的数据能够简化数据集的时候 把你的损失减少到最少 能提起来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数据 所以对于我们如果有一百个特征的时候 有的人就不放心了 对吧 他这个 他这个PCA对吧 比如说一百个减少到27个特征的时候 我凭什么相信这个27个特征代表的这些数据 就能够代表我这些大部分的这些数据的一些特点吧 对吧 这就是PCA他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上是必须得相信的 对吧 作为这个你作为一个开发的 对吧 开发人员 不管你是怎么做 但别人的技术已经到这里了 对吧 别人已经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大家也通用的 而且大家都承认效果很好的话 那你必须得去用 至于为什么 你就问那这些这个发明PCA的这个人 对吧 可以去问他 当然这里面只是开个玩笑 对吧 开玩笑 只是说PCA他最目的呢 就是为了简化数据集的 对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 简化数据集 我们可以是不是把二维的到这个一维里面去建立吧 对吧 到一维的 投射到这里面 五个点 好 那他怎么去做的呢 这里面 你看一面就行 直接忽略 你看一面就行 该让你们掌握的一些公式或者计算的东西啊 我会让你掌握的 这里是没必要的 那你就看一面就行 他怎么算呢 是不是就目的 是不是找到这样一条直线就好了吧 对吧 找到最好的这样一条直线 那其实PCA就是干嘛呢 就是找到这样最好的一条直线 或者平面啊 等等等等 对吧 如果说第三维来说 你是不是找一个平面最好吧 哎 然后呢 去进行一个运算 哎 跟我们的直线一运算之后 得出 看一下 我们原来是这五个点 对吧 然后呢 得出了这五个点 是不是 在我们这个 一维的这里面 是不是五个点给画出来吧 对不对 好 那这里看了一遍就行了 弯掉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降维 他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给一个人脸图片 好 这是人脸的图片 注意了 那我经过降维之后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些 是不是看不懂 对吧 但是你要相信 这些数据是准 的的确确是能够去用的 那你解释吧 也说我输入这个算法里面 我输入一个样本 是输入这个数据吧 输入一个样本 也是输入他的数据 他的数据啊 当然他的数据量 肯定是减少了 数据量给你减少 就是说这里面 有多少个特征 对吧 每一个图片 有多少个特征 这后面我会说的 有种数据量减少了 但是你这个数据 你会相信 你会相信的 要使用它 去做这个处理 那你解释吧 好 那么这就是PCA PCA主成分分析 去做降维 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 我们一看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 特征选择是不同的 对吧 特征选择 相当于是我们自己 去人为控制一些 特征里面的这个分布 数据的大小分布 对吧 那这种降维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 通过数据的运算 来把这个东西呢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我们接着来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PC 这些语法PCA 有个叫N-Componence 那这个N-Componence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你要首都指定的 这个N-Componence 它的意义非常多 好 我复制一下 注意到N-Componence 它可以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小数的形式 一种是什么呢 整数的形式 也就是说你就是 一二三四这种整数的形式 那当你N-Componence 是小数的形式呢 一般填进去的都是一个百分比 注意到这个百分比 不是啊 不是过多的 这样一个百分比 你一般的都是零到一 零到一是不是 我可以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吧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 我在PCA进行降维的时候 就减少特征的时候 你是指定这里面的信息的损失量 保留多少 假如说我保留百分之九十的信息 也就是说 它呢可以去动态的指定 你保留多少特征 如果保留多少信息 如果说你保留百分之九十的 和保留百分之五十的 你的直线一样吗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是人为可控的 这样一个指标 好 那我们这里啊 这个值一般是有一个范围的 这个值一般是有范围的 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一百之间 一般是这个值 但通常使用的 还是在更小一点 是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群数据 对吧 进行PCA主成分分析之后 你的信息保存了多少 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 中间 这群数据是对于你这个算法输入呢 是比较好 好 那么这个我们指定了这个范围之内 也是说这个是经验 是经验而而而而言 对吧 是百分之九十九十到百分之九十 是最好的 那我们以后做例子的时候 如果你要降为 你把这个 如果你要主成分分析 你要分析多少 百分之九十到九 如果说你减少到了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也可以达到降维效果 但是这个数据的损失 是不是损失很多了 那你这个分析的效果 是不是肯定会有问题吧 比如说你这里面特战 假如说这里面四个特战 我都把三个特战删除了 是不是相当于是什么 你的数据 是不是很多的信息都损失了 你只靠他头发长度去判断什么 男女的吧 那你这样去判断 肯定会有一些误差的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是小数 如果是整数的话 你是指定的是什么呢 指定一个整数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个整数就是你减少到的特征数量 减少到的特征数量 那这个值你觉得你会填这个值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减少多少特征是合适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不使用整数 对吧 只使用什么 小数 你把这个信息减少到90%到95%之间 这个值是没有一个最优质的 只有你不断的去调的 好 这个后面我们会说啊 这个值怎么调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对这样的信息呢 去做处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是对于简单数据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案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 将数据分解到较低为处的一个空间 就是把你特征数量减少 信息量减少 那调用一个feed transfer就行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用这里面的数据 简单的先用这些数据去表示 好 我们先导入一下 from SecureLearn 导入我们的主成分分析 叫decompensation 里面有个叫PCA PCA 主成分分析 那么主成分分析 我们呢 先建一个这样一个函数 地方一个PCA 好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 进行特征 降维 好 return down 那首先 我们实力化 我们的这个PCA 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参数 对吧 ncompens 等于多少 那一般我们都使用小数 一般是0.9到0.95之间 对吧 你可以体验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我接受一下PCA等于这个东西 好 PCA点feed transform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呢 输入进来 返回我们的data 好 print一下我们的data 好 我们调用一下PCA PCA 看一下这个数据变成了多少 是不是变成两个特征了吧 当然这两个特征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没有实际意义的 你们不可能说给它取个名字 是什么 对吧 当然这两个特征是不是数据的这些值 是不是都改了吧 但是 你要知道 这里面的数据的这些信息 基本上是这里面的90% 这个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它就在这里 对吧 它就在这里 对吧 你要用 你必须得用它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PCA 为什么在这里 我没有强调说 必须把PCA的原理搞短 那有了算法 原理是必须搞短 因为呢 PC 别人是不会去问这些东西 那你解释吧 别人不会问 所以如果要问的话 我肯定会给你们去说 这个原理怎么去 把它进行降维 对吧 怎么去转换成这个信息 这么少 但是没必要 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 好 那这就是PCA 这样的一个效果 把我们的数据呢 从 这样的一个 比如四个特征 保留90%的数据的时候呢 降到了两个特征 对吧 如果说你改一下 改个0.3 0.4 他都会进行这个特征数量 肯定不一样 好 那么这就是降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吧 对吧 对吧